最近有一个词叫做中年职场危机 什么意思呢 就人到中年了 不想给别人打工 或者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了 然后待遇发展空间都什么呢 不太适合自己了 所以出现了一个中年职场危机 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和应对中年职场危机呢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和个人的经验 第一件事情婚姻 说你这个中年职场危机 一定什么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婚姻牢牢的什么维持好 在这种情况下 婚姻是什么呢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什么 一个保障了 很多很多中年人啊 因为什么 因为职场危机的来到 然后加上呢 自己的什么一些一些纠结哈 然后呢 面对自己的爱人和孩子 这些平淡的生活 想走出去看一看 跳出围墙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风险的 也是非常非常二哈的行为 所以人到中年一定要什么呢 更加爱惜自己的婚姻 因为啊 打个比方吧 说你这个职场危机啊 你的事业和你这个什么呢 你的工作也就这样了啊 不能够让你再什么呢 再创造出更大的这样机会价值 那你的婚姻就是你唯一的一个砝码 唯一的一个财富啊 这个一定一定要什么 要摆在第一位 第二为什么呢 就是压力 压力包含了很多呀 比如说父母的压力 孩子的压力啊 现在我儿子上那个补习班啊 上了三个补习班 跆拳道 然后呢 演说之道 然后呢 机器人 你想想吧 我还没有抱什么钢琴啊 英语啊 等等 然后幼儿园的费用也很高啊 你上国际班的话呢 现在一个月的费用 也得五千来块钱啊 四千八嘛 所以这些都是压力啊 还包含房贷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啊 你一定要什么呢 一定要迷茫 但什么呢 但不爬下 说我可以迷茫 迷茫是短暂的嘛 跟爱人诉苦啊 这不是丢人的事情 但不要跟外人诉苦啊 一定要顶得住压力 抗得住打击 再有一点 第三个就是什么 学习能力 说你人到中年了 职场危机你来了 哪怕我们现在什么 不工作啊 我们现在不创业 就住在家里 然后接接孩子 没关系 但你也要什么 不要被时代淘汰 被时代淘汰 最基本就是什么 被时代的思维淘汰 说现在很多人玩抖音 咱们要了解一下嘛 咱们看不上玩抖音 这些人 咱得了解一下 抖音为啥来啊 什么样的人玩抖音 了解人 了解这个趋势 是不是就在了解 人民币的事情 是不是就在了解 机会的事情 最基本你不被淘汰吧 你要什么是社交化电商呢 什么叫做社交呢 啊 我应该学什么呢 哎 对 第四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应该学什么 你一定要找一个信仰 有很多人什么 信仰 信仰佛教 基督教啊 信仰各种宗教 但我认为你应该信仰什么 信仰一个学习的东西 人到中年职场危机 一定要有一个信仰 一个爱好 或者一个可学的东西 我身边的朋友啊 有一个爱好 打台球 他跟我讲啊 他说哄喝啊 我每次打斯诺克的时候 我把那个目标球啊 当成什么 当成我的烦恼 我就认为我这么多的烦恼 比如说敌人的烦恼 哎 我把它打尽了 好像舒服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我没有人民币的烦恼 所以呢 这个呢 也能够什么支撑着自己 让自己更加有正能量 总之你要找到一个爱好 人到中年最可悲的事情 是找不到自己的爱好 问问自己 哎 你有什么爱好 我什么爱好也没有啊 那你爱好干嘛呀 不知道啊 完了 这个人一定会崩塌的啊 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定要结交一个好的朋友圈 别天天是一个狐朋狗友 人到中年了 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厘清人 厘清物 厘清事 什么厘清人呢 就是该交的我交 不该交的我不交了啊 现在呢 就像我们以前在农村 随礼一样嘛 是不是 说可随可不随的 咱不随了 就可交 可不交 咱不交了啊 然后谁给咱们随礼的时候 咱们好好想一想 还完礼了之后呢 就拉倒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你的人生要减法 因为你的时间不多了 做减法的过程当中 第一件事就离人 不要什么朋友都在一起喝酒 很多很多人到中年的危机啊 或者说这个惨痛的这个案例啊 都是什么 都是找一些朋友喝酒 你想吧 都是一些有危机的人 都是一些背后背满了什么火药味的人 在一起喝酒 就是因为一件小事 你喝啤酒了 我喝白酒了 然后呢 我敬你酒 你你不喝 然后就捅刀子 这样的事情很多 然后也千万不要什么 尽量回避一些家庭聚会的这些事情 你跟他在一起啊 就玩不到一开 就两家人啊 就不要在一起聚会 一聚会的话 就是你多了 他少了啊 然后的话 你跟他扯了 他跟他扯了 男女之间就呕了 你明白了吧 所以要离清人 离清事是什么呢 是该我们关注的事情 我们关注 比如说新的事情 不该我们关注 我们不关注了 十年如一日 关注那些事 那些朋友之间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咱就远离吧 说你都十年了 你就跟这些朋友当中谈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也没谈明白 远远离他 是不是啊 所以叫离清事 离清物是什么呢 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车呀 我就开着啊 我不考虑别人有什么好车 我有这房子啊 我就住着啊 就是能买的就买 不能买的 咱也不行啊 今天呢 你吃海鲜 那我可以买排骨吗 我买不了排骨了之后的话 我可以买个咸鸭蛋吗 这是离清物啊 所以当你做好了这几件事情 然后包含我上面所说的 人道中年几个危机当中的 几个应对策略的时候 你呢 不能够成功 不能够让你发家致富 不能让你摇身一变 成为一个富人 但是一定能够让你活得舒服一些 让你活得更加有什么 有质量一些 我是红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 分享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人道中年的职场危机 以及人道中年的生活危机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好的建议 可以交流啊 我是红贺 谢谢